喔~~ 好難哦 1 2 3 我是第三屆理事長 答對了 台風嘛 台風下雨嘛 還有這是地震速報火災嘛 理事26位 不是立事21位 包含理事長 然後還有5位监事 數不清楚好多個委員會 我們還會再增加 也還會再減少 但是事實上這個我們我們其實定期的都會做好一些增減的工作 至少有七八個左右 目前我們是十個 然後有十個 對沒錯 天氣風險我也是團體會員 那還有新創知能 還有中興工程顧問社 我們在12號舉辦了一個氣候緊急的記者會 我們也辦了一個資安風險的論壇 我們也辦了災害風險管理的巡迴講座 好這個是我一定知道 因為我是Push我們的秘書處趕快來做的 叫做防災產業大揭秘 新創知能 不是不是不是 瑞德感知 桌遊喔 桌遊一個是坡地的小英雄 對 他另外一個 坡地防災小英雄 另外一個是 是 忘記了 嚴正一代 嚴正一代喔 表地震的喔 我記得有三本 然後我參與的就是那個 離岸風電的安全與風險的方式 然後還有一個是 我記得國際的論 國際的這個 對 破壞台灣 破壞台灣的未來 還有一個我忘記了 緊急應變計畫 對緊急應變計畫 對 我們訂的是7月23號 只要沒有颱風的話 臺集思的台大國際會議中心的 國際會議廳 中華民國環境保護學會 因為我是環境保護學會的秘書長 也是防災產業協會的理事長 所以我們就兩邊呢 說我們一起來合作一下好不好 所以兩邊都很同意 好這個很有趣喔 這個也呼應我們防災產業協會 年初的時候的這個訴求 因應氣候緊急狀態的策略研討會 這一集非常的困難 好難喔 一個是設備的展示會 把我們的產業裡面的設備 能夠讓大家知道 然後我們也會頒獎 請到貴賓 很重要的貴賓喔 各位要拭目以待 還有一個是防災商品服務 就是我們如果廠商 他的商品OK的話 來認證的話 就可以來證書來頒獎 那還有一個就是 防災產業的政策的討論會 我們希望從那天宣布 我們會推動 從民間開始推動 我們台灣要有很明顯的 這個很明確的 台灣防災產業的策略欄圖 第一個一定要是我們團體會員 第二個呢 是要繳1萬塊的認證費 但是告訴各位 我們為了要紓困 防災也要紓困來幫助大家 今年這個認證費用 1萬塊不用收了 所以請大家呢 多送過來 但是我們還是會把關的對不對 這不是我把關 是請我們有專業的 產官學界的這個 這個我們的委員會 一起來把關